那说到11月13号可以说是全民娱乐达到最顶峰的一天 从刘徐徐 吴奇隆到杨幂和刘凯威 无论是你打开电视或是电脑的娱乐版 看到的听到的肯定是他们 一天过去了所有的热度都渐渐退去 但只有一个人从昨天到现在 仍然坚挺地霸占着各娱乐榜的前几名热搜的位置 我们现在才读懂汪峰老师 输了头条是为了赢得版面 当昨天那些自爆订婚的公开恋情的明星们 都已经悄悄退了热度 唯一剩下的正是一直在努力的汪峰 经过一天的发酵 帮汪峰上头条和汪峰的新歌 生来彷徨都仍然坚挺地占据着 热搜榜前十名的两个席位 不仅如此 媒体同行们也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14号一早 关爱汪峰从我做起 我们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这些标题赫然出现在各大娱乐版头条位置 汪峰终于做到了 因为从9月13号到11月13号 在这整整两个月之中 汪峰的头条梦先后遭遇了 王妃李亚鹏宣布离婚 恒大夺冠 刘诗诗吴希龙公开恋情 杨米刘凯威宣布订婚 只要汪峰有什么最新动态 同行们必定以十倍的威力 将他挤出头条的行业 汪峰也就此成了娱乐圈大使的风向标 孩子不要哭 这是你的宿命啊 正是你的这种特质 才让我们的生活如此丰富 除了以汪峰为原型的系列漫画圈所出现之外 网上还发起了投票 21%的网友力挺汪峰源头条梦 另外79%的网友则还是认为 不能这是命啊 更有有才的网友索性将汪峰二字下了定义 更有例句做解释 汪峰一动词 意思为被忽视被忽略 虽然很努力但还是被忽视 例句 林总 你这事汪峰了 对不起 二 做名词 第二名 第三名 例句 儿子这次期末考是怎么样啊 别提了 考汪峰了 那些阻碍汪峰圆梦的同行 也没能幸免地遭到网友们恶搞 下辈宁在恶搞之下 成了整起事件的始作俑者 成立这个群也没别的意思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没问题啊小萨 和汪峰长得极为神似的央视名嘴 白言松也无辜躺枪 但其实呢 人家小萨和小白 都在勤勤恳恳地主持节目呢 要说汪峰也真的是内心强大的 在大家讨论的这火朝天的时候 人家照样发新歌 照样写了点像诗一样的话 相当淡定 但是他的女朋友张子怡小姐 可是忍不了了 所有的这些糟粕都会消失 只有你的音乐会留在这个世界的心底 加油 张小姐想帮汪先生上头条的意图有点明显啊 于是网友们也齐齐发力 把张小姐的这条微博给仔仔细细地解读了一番 Musikin什么意思 营地 哦 原来是 营地制宜 其实不只是张小姐在努力帮着爱郎上头条 我们大家也都在努力 但是能不能上头条 实在有太多的客观因素限制了 所以 王峰 一定不要放弃啊 努力下去 总有一天会完成梦想的 娱乐星天地 求不被王峰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